想让孩子长得高又壮,不可缺少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,钙质,眉生素A,眉生素C,眉生素B,矿物质美极星,钙质则是制造骨骼的原料,可以促进生长并增加骨头密度。 虽然宝宝的升高与很多因素有关,但如果摄入的食物合理,是会对宝宝长个子有很大的益处的。 特别是以下这些食物,对宝宝长高非常有帮助哦。 第一,豆腐豆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质。 宝宝是豆腐,可以补充蛋白质,提高身体贬义力,增强抵抗力,促进免疫系统功能的增强。 还有助于宝宝补充钙质,有利于宝宝的骨骼健康发育,促进宝宝会快长高。 第二,坚果宝宝平时可以添加一些坚果,有利于宝宝的脑部发育的。 现在是吃坚果的时候,可以给宝宝吃点核桃,化生,杏仁,针子,开心过。 小宝宝最好是打碎了再吃,避免有卡到。 第三,牛奶牛奶中富含制造骨骼的营养物质。 钙,容易被处于成长期的孩子吸收,每天喝三杯牛奶,就可以摄取到成长期必需的钙质,就牛奶的营养而言。 最好喝成牛奶,不要喝调制乳质类的牛奶,因为营养价值已经变了。 第四,虾皮虾皮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钙质,以及框物质的营养元素,具有很好的使用价值。 宝宝吃虾皮能保证营养的均衡吸收,促进宝宝的发育。 第五,燕麦燕麦里所含的不容性膳食纤维素,具有刺激,肠胃蠕动,促进才变得作用,可以帮助便秘的宝宝缓解便秘症状。 燕麦不和现代营养学所提倡的促进搭配,均衡营养的也是原则,可满足人体生长发育的需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